How would you describe yourself in three words? Cute Cute Cute, playful, curious 关颖恩今年七岁 近日他在大学讲堂 旁听化学课的视频在网上爆火 他专注听讲,认真提问的样子 让不少人忍俊不禁 称他是新加坡版小谢尔顿 一般人的智商约在90到110之间 但颖恩四岁时测出智商高达154 七岁拿下国际欧水准化学考试 还在国际科学奥赛拿了满分 可在家人眼中 他依旧是个爱玩爱笑的小朋友 这次跟随镜头 我们走进颖恩一家 听听颖恩自己分享的小故事 以及颖恩父母养育这样一个小神童 背后的辛酸苦辣 什么是在你的头上 脖子 脖子 你的脖子有多少部分 两个 两个 四个 四个 助学的话 他好像一岁多的时候 他已经开始 称赛和称赛 他就用自己玩具 这样扣来还是加 从玩动物的时候开始接触这个惩罚 可能我们这里有十二只动物 我们怎么把它放成不同的小组 然后每一个小组都是一样的 所以他能够把这个去理解 你怎么看起来 当我起床 我常常玩跟姨姨 然后我吃 当没有课程 我会跟我的家人 如果不是我要做工的话 我们就出去走一下 过后就晚餐又在玩 玩到三更半夜 然后才睡觉 有时他也乖乖的 好像半夜两点起来问一些问题 没有人要回答 他就叫他去睡觉 因为你会很快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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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会描述你妈妈和爸爸 在一句话 他们很友善 和爱 我觉得即使人家不在我们的面前 这样子说 你是胡妈胡爸 我还是觉得 一大半的人都会有这种想法 我一路来都不觉得成绩考好 跟父母当虎妈虎爸 是有直接的关系的 因为有时是孩子自己本身真的是很刺激 他们会通过一系列的 有时他们也不喜欢 关于国际欧学准的话 其实我们是要问过他的 他说他想考的就是那些科学数学方面的东西 因为抓得快 他也是闷得比较快 所以我们就是要他考试是因为怕他等一下闷的话 他就可能比较不想要读了 我做很多比较不想要读估论 我做了很多比较不想要读估论 除了参加国际欧水准化学考试、科学和数学奥赛外 从今年8月起,尹恩也作为旁听生 到南亚理工大学参加化学基础讲坛课 他不害羞的 所以在那个NTU的课程 全部都是很大的孩子 他还是会举起他的手来问问题 教授也说他真的很适合 他也很出乎意料说 他竟然可以去问他问题 而且问的问题是问得很好的 课题以外的一些东西 他就自己想去知道而已 所以,那A2是 哪些课程你愿意读? 其实我们在新加坡也是真的有一点限制 一直要锻炼同样的东西 他就对那种东西没兴趣 跟藏一层楼也不行 比如说小六会考都有年龄的建制 目前所有新加坡学生 包括关颖恩这样在家自学的孩子 都必须参加小六会考 且至少要12岁才能参加考试 教育部希望 这样能让大家更关注个人进步 而非和同龄人比较成绩的高低 至于大学入学 教育部2024年在回复国会问询时说 高材学生若想提早就读本地大学 会按个案进行评估 不过自2019年5年间 仅一名学生获批提早就读大学 如果有机会进大学的话 你们希望他在本地上学还是出国上学 我觉得如果能在本地的话也最好 我们的大学都是数一数二的对吗 只不过是因为本地的那些限制 也因为这些限制 把我们也放到一旁 我们也不知道要做什么 新加坡曾有两名小生童 申请提早就读本地大学 但并未成功 今年25岁的艾南 智商高达263 7岁时通过国际欧水准化学考试 创下世界纪录 同年申请大学时 因大学实验室设备不适龄 未得录取 父亲在接受访问时 抨击新加坡教育不够灵活 后来将艾南送到马来西亚读大学 今年15岁的徐文耀 8岁通过国际欧水准数学考试 9岁在欧水准化学考试拿A 他也尝试申请本地大学 最终在11岁时 获澳大利亚大学录取 仅用两年时间毕业 目前成为一名音乐作曲家 我觉得上帝让我们有这些孩子 可能他觉得我们也能去 这样子培养一个孩子 很多东西我们也不能去 给一个很定的答案 可是我真的没有去觉得说 因为有一个这样子特殊的孩子 还是两个特殊的孩子 我们就感到特别开心 还是什么 我们每一天的挣扎 是每个人看不到的东西 我们也没有什么去想 他妹妹会不会跟哥哥一样 有的话当然好了 没有的话也OK啊 就这样有他自己的特性 他们开心喜乐健康 我真的很享受那种 在家里能够看他们 自己去自由发挥 他们两个玩在一起的时候 真的是太好看了 什么让你开心愉快呢 在家里的生活中 在家里的生活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